10月15日 非人张培蒙妻子张默涵发表长文 控诉他多次家暴 出轨 而且家暴的精力贯穿了整个婚前和婚后的生活 甚至包括孕期 月子和哺乳期 张默涵表示 张培蒙每次家暴之后都会道歉 而他选择了原谅 因为这些宽容 导致对方愈演愈烈 张默涵介绍了张培蒙家暴的方式 对我的家暴 确实没有造成那种很严重很刺激眼球的伤口 只有一言不合 或清醒或酒后的扇嘴巴 掐脖子 抓着我头发撞墙 用脚踹我 或者抓着我胳膊 把我抡在地上 张默涵还控诉张培蒙 带人抢走自己的孩子 他称 张培蒙带着几名男子 在楼道埋伏数小时 在我母亲和四姨拿钥匙开门时 从背后将两位老人击倒冲进房内 从育儿扫怀里抢走了孩子 并在过程中 对两位老人进行了殴打 不仅出轨和抢走孩子 张默涵还表示 张培蒙出轨 而这也是他没有再忍下去的原因 我看到在微信里 异性亲密的叫他翘臀 让他躲开媳妇深夜相约 当然 还有一些欠质级的视频 张默涵还表示 他试图从张培蒙手中抢走手机 但是 已再次遭受家暴 并报警处理结束 事情发生之后 张培蒙在今年7月1日 向张默涵发送了离婚协议 但由于张默涵当时分娩未满一年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从7月17日开始 两人正式分居 并远程协调离婚协议 但是并没达成一致 到了7月21日 张默涵正式向法院申请起诉离婚 即使 从8月13日开始 张默涵就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 直指张培蒙家暴 当时张默涵还写道 渣男们可要认清了 对女人渣是你的感情观生病了 但如果渣出两性范围 成为人渣了 那就是你的人品败坏了 因果惩罚你的可就是这整个社会了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这两种可能 张培蒙是张默涵因朋友介绍而相识 对于美丽又知性的张默涵 张培蒙很快展开了追求 2018年 张培蒙在传递亚运火炬时 公开了两人在一起的消息 一年后的5月20日 张培蒙在鸟巢前的百米跑道上 向张默涵求婚 嫁给张培蒙后三个月 张默涵生女 此后还在社交媒体上秀恩爱 令人意外的是 两人感情已经走向破裂 而且互相取消关注 还删光了过往的甜蜜照片